各位参加2017台电能源永续黑客松的朋友 大家好 很高兴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 能够用远距预录的方式来参加 这是台电第三次举办这样的黑客松了 对于台电作为国营事业 愿为表率 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一起协作 当然非常值得大家的支持跟肯定 台湾是一个海岛 我们的能源高度依赖进口 在这样的情况下 要有稳定而充足的电力 先天上就有一个很高的门槛 而且在我们的电业法里面 现在明定非核家园这样的目标 所以说对于电力来源的多元化这件事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不能只靠台电自己来解决 我们需要各界一起集思广益 用协作的方式来找出可行的方法 就像今天的这个黑客松一样 未来在更多这样的活动 在资讯透明 在公民参与的这个基础上 我们希望能够逐渐凝聚台湾各界 对于能源发展的这个想象 然后呢 大家一起找出更有效 更可行的方法 来解决我们的能源问题 最后呢 敬祝今天呢 大家在这个黑客松上 都可以满载而归 一起帮台湾充电 谢谢大家